哈喽大家我是Axo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正在关注的一些股票 我认为这些股票可能是出现了机会 那么在这支影片会跟大家讲 是哪些股票 也会教大家如何选出股票来操作 因为在这个期间 股市现在都大涨了 那么像NVIDIA、Microsoft、Fullmark等等 很多股票都已经飞上去了 那么你现在才要进去 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期了 如果这些股票它还是好股票 但是你要进去的话 我认为可能要等下一个回调 还是下一个好的入场点才进去吧 所以在这种时期股票大涨 那么我们就要去不多人的地方 去寻找机会了 那么大家想要学习的话 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吧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第一支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这种大趋势的时候 可是我们追不上了 然后我们要去找一些其他的股票 来去操作 那么这就是我正在关注的 就是BYD BYD不久后又要公布财报了 我相信他的财报应该是会高过他的estimate 所以财报过后 如果没有什么任何坏消息的话 我认为股价应该是会往上走的 那么这支股票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部 那么我认为这种时候 在等到它一个对的入场点的时候 是一个好机会 那么我们就去看图讲解更多吧 为什么BYD呢 这里只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你的平台不能买中国股票的话 那么是很难买到这支002594的 但是这里可以给大家学习的就是 我们要操作的就是这种股票 它的形态是特别美的 这里突破上去了 那么突破点就是一个好的买入点 通常突破了它会有什么走势 通常上去了 第一它就是会直接上去 那么第二它就会回来碰一下再上去 OK这个就是大多数会走的一个形态 再加上 OK3月26号就要公布财报 它的财报很有可能是会break它的estimate 所以这个你只能bet on它的earning了 如果它的earning真的是好过它的estimate 那么它冲上去的可能性是更加大的 因为这里它已经跌了一波了嘛 这里来说就是一个相对底部 那第二个就是Apple 但是买Apple这支股要注意的就是 它已经是四支前五大股 那么你要Apple在短期内涨多一个一倍五倍十倍这样 它的可能性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现在每个都还在大涨的时候 Apple这支股票就被人家跑弃 所以股价就一直跌跌跌 那么我认为跌到了这个点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点 那么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入场呢 我们就去看图吧 那么Apple的形态可以怎么画 OK这个就是它的形态 它这里是走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M头 对不对 如果这个M头它真的是破底了 那么跌下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但是现在来看它还是存在没有跌破的 那么如果真的跌破 我认为第一点可能跌到了就是这里 163块半左右 如果它没有跌到这个点的话 那么它在这个区间就非常好去布局了 那么这里可以怎么做 第一点它RSI破底站回上来了 那么第二你可以再看的就是10天均线 如果它站上了10天均线 那么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时机 但是Apple这支股票就会有点不同 它不是说你买了它就会上涨 因为现在的局势 大家担心的是它过后的产品可能没有创新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站上了这里就会在这里一个横盘 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点 第三就是Unity Unity这支股票就是当时Apple推出Vision Pro的时候 跟Unity这个平台一起合作打造出能在Apple Vision Pro里面用的龙建 然后Unity之前有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它们内部目前比较乱 所以股价就向下跌了 现在股价也是跌到一个相对低点 如果未来是正确的话 Apple Vision Pro会是一个未来 那么我认为Unity之后再涨上去的概率还是会比较大的 Unity这里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底部 那么从Volume Profile来看 很多人的成本是在27.42 而现在是低过很多人的成本去的 那么它最低会到哪里 我认为会在24.37左右这个范围 那么如果真的是跌破了下一个最低点 就会是在它的这个趋势线 如果跌破趋势线 那么它可能就会真的向下跌了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 大家可以等的是什么 比如说它跌破这里再涨回来 那么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点 但是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会比较重要 但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大家就可以去关注它了 这个为什么我会highlight起来呢 因为这一个是包量区 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包量 那么就代表很多人的成本在这里 那么它要突破这里的难度 是会比较大的 可是如果有新闻有利好 它涨上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 那么为什么这只值得关注呢 如果它真的跌到最低点的话 差不多一个20个巴仙 OK是跌很多 因为它的股价是偏低嘛 可是如果你从这里它上涨的话 是有一个50多个巴仙 如果再加上它突破了这里 那么它涨上去到之前的高位 涨三倍 也是这样来涨的 OK所以它是有这样的潜力 它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就有1比3的对等了 所以我认为Unity 如果得到一个好的不错入场位 的话会继续关注 第四只就是Snowfly 这股票跌到了一个比较美的形态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形态里面 再去找出一个好的马入点 我会看的原因是因为 它现在又跌回了在它的一个趋势线里面 那么现在又跌破了RSI 所以等它上回RSI 然后再看它还有什么消息 有什么利好消息 那么我认为在这个区间 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场点 因为从上市以来到现在 它也是属于一个相对低点了 如果再跌到150左右 那么我相信你买的价位 是会比大多数人都还低 那么也是跟刚才一样 你的Risk Reward Ratio 就会非常高了 OK但是这个前提是 它不能跌破这个支撑线 OK那么跌破了 它跌到更加深的概率是更加高的 OK所以这大家就要注意了 那最后一支就是Desla Desla我不能说它现在是一个机会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它大概还会跌到哪里 然后在哪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应对方式 接下来Desla这支股票 我不能说它是一个机会 因为它根据现在的趋势 它可能还会跌到更低 那么我认为第一个低点可能会是130 那么再低呢 可能就是125 我认为大概跌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应该就是差不多 会是时候反弹了 OK所以大家对Desla就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它没有跌到这个点位 大家就可以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主力 那么如果它在这里盘整盘整 最后站回上来 那么这里又会是一个好的入场点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学技术分析 来能很好的去操作一个股票 那么我个人是在什么平台来购买这些股票呢 我用的是两个平台 一是Mplus Global 二是IBKR 最后这里并不是任何买卖建议 买卖之前做好你自己的课课 这些只是目前我正在观察着的股票 我并没有去买它 还有在这一期影片 我希望大家可以学到的就是 当一个股票它在上升的时候 它没有出现什么一个很好的形态 技术分析的指标也好 都没有show你任何一个买入点的话 就不要轻易去买进了 因为你很容易会被套在上面 他们会讲这一波 一定会有一个底部是在打几折的 那么他们已经打上去了 我们就不要去看了 我们要看的是它现在正在打着那个底部了 那么我们买进去 等有一天一定会轮到你那只股票的 如果它是一只好股票的话 就好像现在大家的集中力都放在AI嘛 所以全部资金都已经堆去AI了 那么跟AI没有太大关系的股票 基本面又没有很好的 那么股价就不会有什么表现 但是一旦AI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 人家就会开始质疑了 比如说NVIDIA到了一千块还值得买吗 会不会有AI bubble 这些很多问题就会出来 人家开始就担心股价就会跌回下来 那么跌回下来资金就全部回来了 那么他们总是要把资金放去一个地方 就会轮到那些之前没有涨的股票 所以只要你选到的是一个好的方式 然后再打成一个好的因素 我认为就是一个大家很好去布局的一个位置了 那这种思维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思维 如果你是要做短期买卖的 那当然这个方式是不适合你 那么你们认为什么股票好像出现了机会 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再看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会回复你们 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